在南小平的带领下 短短几年时间 食用军 水果苗木 水稻制种等五大产业 实现了通电 通气 通光纤电视的目标 80%的农户盖起了小洋楼 农民人均收入由2000多元增加到5000多元 一心为群众望我付出的南小平 不仅得到了群众的信赖 今年10月 金安村还被中央文明委授予了 全国文明村镇的光荣称号 为了及时把中植机关 中央国家机关和解放军 捐助的越冬物资发放下去 甘肃 青海 重庆的有关部门 克服了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的困难 以最快的速度 把一件件越冬物资 送到灾区困难群众手中 在甘肃 当气量满载爱新的大火车 19号晚上10点多钟 提搭甘兆时 全州民政系统干部 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 连夜接受捐助物资 到今天晚上之前 把这个2万多的衣服 加至这个60多万件免费吧 送到这个各自民署中 截至今天 甘南州六个受胎 较为严重曲线的困难农民 全部领到了免疫棉被 今天清海省民政部门 将首批12万件免疫棉被 和200多万元捐款 发放到玉树州 果落州和海东地区 今年春季 重庆前江遭受特大冰雹袭击 当地十多万群众的生产生活 受到了严重影响 今天一大早 当这里的群众 得知捐助物资已经运滴时 立即纷纷赶到发放现场 排队领取衣物和棉被 重庆同南县 还专门组织了30多个小分队 赶赴乡镇 为困难群众发放过东物资 到今天 捐助物资已经在重庆18个贫困区县 发放完毕 在正在北京举行的 在2005建设节约型社会展览上 废报纸 废轮胎等生活中常见的废弃物 也被加工成了各种再生制品 实现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在北京展馆的展位上 我们看到好多这样的铅笔 这些铅笔全部是用废旧报纸卷制而成的 现在北京的一些小学校和机关 已经开始使用这样的铅笔 来看展览的这位小学老师告诉记者 他们平时发给孩子们的奖品 就是再生铅笔 孩子们很喜欢 而且还主动收集废报纸和旧作业本 找老师换铅笔用 现在好多小孩子把家里头 爸爸妈妈看完报纸随手扔了 他们也会小手收起来 收起来去换它 现在我们又发展到换再生的这些本子 这家企业每年回收废轮胎350万条 身家工程再生胶地板等到胶用品 湖南密罗的这个再生资源工业园 从废旧物资中提取铜锣锡等金属 一年的产值可以达到30亿元 你是山东东汤煤矿的700米深彩区 徐精彩的研究生正在继续着老师留下的课题 为了其中的一个关键数据 他们已经是第12次下警了 这是徐老师对我们的一贯要求 经济求及万无一事 跟着徐老师做课题 一篇论文改识即便 做了半年的实验 推倒重来都是经常的事 玛丽清楚地记得 她写了一个技术规程 徐老师在病床上逐字逐句改了三个多小时 当时她看见一个关键词 骨料 她问骨料是什么 我告诉她 搞专业的人士都知道 在这儿骨料就是粉丝会 但是她问我 她问我 她问我知道吗 你的必须改过来 在这儿我们必须百分之百的准确 没曾自然危险区域判定理论 是徐精彩在国内外首创的理论 这部专注的书稿完成时 这是她平定职称的关键时期 出版社也多次催稿 可她整整又修改了五年 其中的数据一次又一次核对和补充 她说我这部著作要是出去了以后 那可是以后学生现场借鉴的 一本理论依据的书籍 里边的所有的数据 必须是科学的 必须是准确的 根据煤矿生产实际 三年前 徐精彩主动从自己优势的防灭壶研究 转向瓦斯防爆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 她每年有200多天在煤矿调研 这期间她三次住院 医院还下过病危通知书 然而每次她都在病房里坚持工作学习 这两本专业之外的理论书籍就是她在病床上学完的 把她的小桌子 临时小桌子就置在她的病床上 和她的学生就在一块研究她的课题 勤奋执着 精益求精 徐精彩在46岁的生命里卸下了无数的精彩 她创造过煤矿安全领域的三个全国第一 主持研制了十多项领先技术 为煤矿抢救设备价值6.9亿元 创造安全生产效益49.7亿元 截止到目前 投资高达477亿元的 19项治理淮河骨干工程建设已过半 已有5项竣工引收 3项基本完成 完成投资272亿元 超过了总投资等一把 这8项工程基本是以防洪除烙工程为主 而到2006年 治怀工程将迎来建设的高峰期 针对1991年和2003年 淮河流域洪水中暴露出的 行序洪区的问题 怀委首次制定了行序洪区调整规划 将在2006年全面展开 创造的行洪区能撤销地给它撤销 就是说通过扩大这个河道的系量 把它退掉一部分 或者说废弃一部分 然后还要保留一部分 那么这样的话能够把行序洪区的使用 频率能够减少 这就意味着淮河流域200多万 现在居住在行序洪区的群众 不用再经历洪水一来就搬家的场面 另外淮河水力委员会将做好监测工作 尤其是干流和省计断面的水质监测工作 同时通过淮河上的一些水力工程的调度 来减轻淮河水污染的情况 避免出现突发性的污水团下泄的污染事件 这里是广京南宁火车站 由中央国家机关 中指机关和解放军捐助的越冬救灾物资 今天顺利运及这里 现在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卸载 这些物资将准备发送到广西10个中央线的贫困群众手中 经过紧张搬运 近10万件来自北京的越冬衣物 被转移到铁路部门专备捐助物资开辟的仓库里 从昨晚到今天 再有捐助物资的专列也陆续抵达贵州和云南 总计15万件的捐助物资目前正在进行分装工作 两地交通部门都开辟了捐助物资车辆专用通道 保证在最短时间内将物资送达在区 贵州省决定将首先向海拔较高 气温较低的西部地区贫困群众发放捐助物品 甘筑重庆两地今天都完成了物资分装 运送车队目前已经失望受灾地区 地区的困难职工和进程务工人员为重点 从就业援助 医疗救助 技能培训等五个方面展开帮扶活动 同时全国总工会还首次筹集450万元专项经费 用于鼓励和扶持各地困难职工帮扶中心 两节期间分十五路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送温暖活动 中央纪委监察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近日就进一步做好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工作联合发出通知 通知要求要重点对登记申报人员的投资入股资金的来源 撤资 收益上缴等情况逐一进行核实 并区分情况 按照思维布局的要求做出处理 坚决防止出现弄虚作假 明撤暗吃等问题 特别是对煤矿比较集中却无人申报的地方 要认真检查其清理纠正工作 对工作走过场的要尊成其补课 对搞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弄虚作假 敷衍色泽的 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另外 思维布局将根据各地上报情况和掌握的线索 事实组织联合督察组 对群众反应举报较多的地区进行实体督察 对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要坚决查出 从这个月的月初开始 威海市遭受了50年来最大的一次暴风雪袭击 要是在过去 市民的投诉电话肯定要大爆了 而这次由于威海市迅速启动了城市管理应急措施 全市的公路 市政 水电 暖等部门正常运转 百姓生活基本正常 说到百姓的满意 威海市开通了近5年的航风热线功不可没 热线问题的反馈及大情况 您有意见和建议可以拨打时机公办的 每天早晨的7点30分 许多威海市民都会打开收音机 准时收听航风热线的直播节目 这档有当地广播电台和监察部门联合开办的航风热线 每天都有至少一位来自城建 公安 民政 卫生等 40多个窗口行业的主要负责人 通过热线直播与听众对话 对群众提出的每一条意见和建议当场表态 并由监察部门负责监督落实 只要是群众关心的事 渐渐有说法 事事有回音 航风热线开通近5年来 市民们亲切地称它为干群之间的联心线 到今天 航风热线已经播出了1000多起 接听的热线电话也达到了15000多个 群众对热线反应问题处理的满意率超过了90% 在第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中 贵州省知心县农场镇 紧简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主题 利用远程教育培训网的有效平台 开展了以政治理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农村适用技术农村卫生等 为主要内容的培训100多次 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中受益 农场镇 1年6月 湖南农村第一个党支部韶山党支部成立 第一任支部书记名叫毛福轩 毛福轩1897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 早年跟随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 1922年 毛福轩和毛泽民一起受党组织派遣 到安元美广东市攻略运动 同年底在安元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初 毛泽东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 毛福轩陪同毛泽东走遍了考察的5个险 正是这次考察 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8年春 毛福轩被党调往上海 从事党的地下出版工作 一年后 他受党组织派遣 化名毛恩号 打入国民党政府金山县警察局当巡警 多方为党搜集情报 设法救护革命通知 1933年2月27日 由于叛徒的出卖 毛福轩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 敌人以为调到了大雨 对他严刑逼供 面对牺牲 毛福轩坚真不屈怒斥敌人 1933年5月18日 毛福轩在南京与花台英勇就议 十年36岁 在第三批深进性教育活动中 贵州省知青县农场镇 仅仅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主题 利用远程教育培训网的有效平台 开展了以政治理论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农村适用技术 农村卫生等 为主要内容的培训100多次 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中受益 农场镇位于乌蒙山区腹地 目前正值东斜 全镇262个远程教育中心播放户里 每天都有人下来学习 针对广大党员群众提出的 致富缺门路缺信息缺技术的三缺问题 农场镇将致富门路制成学习软件 六花村党员陈思理 从远程教育中学到了早气技术 在村里带图修建了早气池 他用起了早气扫 早气灯 还配套进行改册改卷 喂上了猪牛 既清洁了环境又发展了经济 若党积极分子养州专业户流出中 通过参加远程教育培训学习后 加大经费投入 扩大养殖规模 仅此一项便增加收入一万多元 远程教育系统已经成为党员干部 学政治的阵地 学技术的课堂 了解市场的窗口 从这个月的月初开始 威海市遭受了50年来 最大的一次暴风雪袭击 要是在过去 市民的投诉电话肯定要打爆了 而日子由于威海市迅速启动了 城市管理应急措施 全市的公路 市政 水电 暖等部门 正常运转 百姓生活基本正常 原来上这个一天 因为选择反应问题的会特别多 但是实际上看反应问题并不多 那今天反应问题就两个 非常的熟悉 非常快 应该是个人站天眼 正好正好 说到百姓的满意 威海市开通了近5年的航空热线 功不可没 每天早晨的7点30分 许多危害市民都会打开收音机 准时收听航空热线的直播节目 这档由当地广播电台和监察部门 联合开办的航空热线 每天都有至少一位来自 城建 公安 民政 卫生等 40多个窗口行业的主要负责人 通过热线直播与听众对话 对群众提出的每一条意见和建议 当场表态 并由监察部门负责监督落实 只要是群众关心的事儿 渐渐有说法 事事有回应 航空热线开通近五年来 市民们亲切地称它为干群之间的联心线 航空热线也开通 把一些原本群众性命的小事 变成了我们政府部门的大事 我们政府部门也通过这条野线 发现了我们很多工作中 用于忽视的问题 到今天 航空热线已经播出了一千多期 接听的热线电话 也达到了一万五千多个 群众对热线反应问题处理的满意率 超过了百分之九十 下面请看减讯 神周六号 在原飞行先进世界报告团 今天在甘肃作业